那其實包括周遭的日本 韓國 新加坡 一樣 也都連十幾黑 所以這些趕快要去處理 新政府還有不到一個禮拜 就要上臺了 你的拚經濟方案 特別針對年輕人的低薪 還有分配正義這一塊要去做 年輕改革也在做 我就張善政要提醒的是這一塊 不是說轉型正義就是報酬 我覺得他的講法 他有去做修正 我覺得所有政治人物 要學張善政這樣 要去做修正 要親近人民 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要去 現在是國民黨要向張善政 學習的地方 而不是現在爭取張善政進來 國民黨要有這種謙虛的改革 反省的心情 而不是說現在爭取 把所有人拉進來綁在旁邊 所有人就說 期待一個救世主進來 不是這樣子 國民黨唯有自己改革好 做好 去貼近人民 而不是把一些什麼 這些形象牌拉進來 就能做改革 這我可以簡單補充一下 今天如果在場是像Coco姐或歐老師 或年幻或曹老師都好 如果今天說你們民進黨現在要開始 低薪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你們經濟要開始注意 我覺得我們都虛應接受 因為這個確實我們要整體 而且要非常認真來做 你不要忘了國民黨執政八年 你張善政要下臺之前突然說 希望你們未來這個執政之後 不要讓我想移民 你們要注意這個經濟成長 你們要注意這個年輕人就業率 你們要注意這個低薪問題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什麼跟什麼 你不要忘了 就在此時此刻 你們還在執政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已經完全是亂掉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張善政他今天他真的 我覺得任何人都有資格去提醒 或者去講說民進黨 你要注意哦 你要注意什麼什麼 就問有張善政你怎麼會大大大的說 我希望接下來執政 你不要讓我想移民 你自己執政的 國民黨執政的環境 是把國民黨代理 他已經說 他有修正了 他有修正了 我不是要插嘴的意思 博文 是 我覺得我覺得如果黨派的 對立意識這麼強 他不會在第四名 就是說民進黨批判太多 像這樣的政治人物 對你們民進黨 可可我倒不是去批評張善政 而是我覺得 因為剛剛明顯這樣的一個講法 我覺得我不太能夠接受 我覺得我們期待是說 我們新政府上臺 當然百廢待舉 我們都要更加的努力 但是絕對不是一句話說 你看如果你們在多久沒做到 就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些話不應該是從國民黨的 這個高層來做 因為你們是擁有權力的人 他對於余明說他有做修正 我覺得他是善意提醒 真的不用太惡意 我不是特地要幫他講話 因為我覺得他是屬於中間的人士 如果你們傻巴郎噹的把他打入藍營的人 對民進黨來講根本滑不來 我講政治上的這個意思 第二 他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他不是這麼的強烈的在幫國民黨講話 或者我有問他說 你自己是行政院長 你要負責這個 但是他只有三個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目前這個氛圍之下 國民黨要...民進黨要海納百川的話 去ㄎㄧ它 那你ㄎㄧ它的時候 那打錯人了 是ㄎㄧ它 不是ㄎㄧ它 ㄎ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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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或是你的訪問到就覺得 他這個海綠政策 對於產業的這種衰敗 他有了解嗎 我覺得他有了解 他有了解 你說他也很無可奈何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他下禮拜三被嗲到國民黨去報告 他說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他還跟國民黨說 你不要講我報告 我只是去演講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是要替他講話 是因為這種不藍不綠的人 其實已經很少了 我覺得像我自己就覺得 我這個不藍不綠很麻煩 因為我有時候也批判一下民進黨人 然後就罵我 那綠的就罵我 然後批批一個藍的 藍的也罵我 我覺得已經很難過 所以為什麼我對張善政這樣的人 我還蠻有點同情跟支持 你知道嗎 所以給他一點空間 你給這種人一點空間 會不會對民進黨 將來的執政會更好一點 因為我可以接著你的話說一下 你覺得張善政不藍不綠 在我眼裡 他的很多思維方法 有點像共產黨 我再觀察 第一條 第一條 這個剛才明顯也承認了 張善政特別給民進黨提建議 經濟現在很糟 你們抓好經濟 不等他承認了嗎 在馬英九總統領導下 台灣經濟不好嗎 搞得很糟啊 所以這個張善政一點 他是誠實的 承認了 他給建議說 你們要經濟注重 經濟很不好 他承認現實了 第二條 為什麼我覺得張行政院長 馬上幾天就不做了 他的思維方法像共產黨 他在接受你的採訪 還是哪一個媒體 他說難道你們就要轉型正義 不要GDP了嗎 這什麼邏輯啊 不是共產黨的邏輯嗎 共產黨就這麼教育中國人的 我們給你餵飽了 經濟發展了 你要什麼轉型正義 中國什麼正義 這不是共產黨的邏輯嗎 今天人不是台灣人是動物嗎 中國人是動物嗎 就吃飽了拉倒了嗎 我們要全力 他這種說法 這種邏輯 完全是共產黨的邏輯 他可能無意識的 無力是流出那種黨國時代的 他不是藍不是綠 而是共產黨那種專制的邏輯嗎 什麼叫說轉型正義 就不要GDP了嗎 難道台灣就光有GDP發展 不要轉型正義嗎 不要這個 包括18% 包括那些不合法 不合理的事情 包括我們上次節目 討論那個葉先生 他土地被國民黨霸佔的事情 難得不重新審理 不把還給正義給人民嗎 所以我是這一條感覺 這個張院長 他的想法非常錯誤 不是 就是說我是認為說 現在除了689萬 投給民進黨的人之外 至少還有很多很多人 是沒有投給民進黨 那你在做轉型正義的時候 的溝通可能還蠻重要 其實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政府現在百废待舉 那我是覺得 既然是百废待舉 比較善意的建議你就接受吧 那你總不能叫每一個人都 都在那裡要跟那個 可惡的國民黨 或者說那個 那個白色恐怖時代的那個 那些傢伙要有那種 強力的那種仇恨之意 我覺得 我覺得或許你們不接受我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中間選民跟淺藍選民 其實是希望蔡英文做好 那所以才會有說 我今天完全支持玉口姐 才會有說希望把這個情感上的氛圍 把它降一降 我不認為他有這些惡意 我也不認為我有這種惡意 我這樣講也有很多深綠的也不贊成啊 所以我只是說這個氛圍上面 我希望蔡英文執政之後 能夠讓他的權力的被肯定是擴大的 那所以這一類的言辭你可以提意見 但是真的也不需要把他打死了 他還沒有到像馬英九那麼可惡的地步 我可不可以補一句話就好 張三任今天有一個公開場合 他不是在對民黨喊話 他在對本黨喊話 他提醒國民黨不要冤冤相報 就是說不要那個為反對而反對 我覺得他是比較持平看 確實現在因為五二零要 民黨要執政 確實有很多藍軍基層 我也常常接到 藍軍基層就打電話來抱怨 然後有些人到我臉書留言說 你們趕快遊行 要上去抗 要上去上街 要去五二零要去總統府要抗議 抗議什麼 對 我都認為說 抗議選舉不公 現在差一回還沒就任 可是有一些藍軍 確實支持者有一些這種心態 所以張三任 我覺得他坐在一個行政院長的角色 他有出來做一個安撫的動作 就是說他也提醒藍軍之策 不要 就是說為反對而反對 給一個時間 參作團都已經出來了 給一個時間 給一個時間 讓民黨去做 那做好 做不好 那國民黨當然在立保院做一個忠誠在野黨 所以我覺得不要用太惡意 或從太政黨的角度去解讀張三政 他今天願意出來呼籲民進黨 希望民進黨做好 那也呼籲國民黨 不要願願相報 我覺得比較站在一個中性的角度去看待 我想所有的人民最希望的 還是就是轉型正義要做 但是GDP能夠持續的成長 但是大家也在問說 GDP為什麼現在搞得這麼糟糕 難道是這個民進黨接下來 其實他沒有執政 是民進黨的錯嗎 還是說現在的政府的政策需要一個很大的改變呢 所以我們來看到台灣的產業大賺輕鬆的安樂財 競爭力全盤接收的狀況的話 在PTT鄉民中間他們做了很多的整理 因為張先生所講的這句話 可以讓大家就產生了一個傾勢預言 講台灣的十幾年來的這個慘況 他是怎麼說 他說有個朋友講說 要毀掉一個人最好的方式 不是打擊他 而是給他一個非常優渥的差勢 比方說他每天只要倒茶 然後他就可以收入百萬元 哇 這個人覺得好高興 我每天只要去倒茶就好了 然後就讓他領高薪 然後很開心 然後這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他就不斷地做 然後也沒有學習 到最後僱用他十年 再把他給炒了 然後這個人就毀了 他在這個故事裡面講的是什麼呢 就講說當一個會倒茶的廢人 但他沒有辦法面對外在的社會 那麼他沒有賺錢嗎 有的 他的GDP有沒有成長 有的 但是他毀了嗎 有的 他被毀了 有時候賺錢跟經濟成長是有害的 再談到就是說 這個輕鬆的賺熱錢 就好像一場泡沫一樣 我們的政府該做的是 讓我們在產品跟服務上 變得具有競爭力 但是沒有想到 讓我們現在在賺的錢呢 就是這些安樂財 好像很多的收入 只是因為討好了一些人 然後呢 網友就說 活在這樣的謊言當中 真的有比較好嗎 好 客戶姐 我想過去八年 輕鬆在經濟上面造成的一個結果 就被比喻成說像是一隻 本來是一隻放山雞 它有很多的這個自我謀生能力 最後因為這個中國市場之後呢 把這些放山雞呢 抓進去變成了飼料雞 那餵養的飼料 就是這個輕鬆的 所得來的這個讓利的結果 可是原本自由貿易本來就不該是如此的嘛 所以到今天呢 這些放這些這個原來這個飼料雞呢 再把這個籠子打開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辦法回去 回到它原來放山雞的這樣子的過程 到底那是誰的錯呢 就是你旁邊有一個安樂的中國大陸嘛 你光講我們的演藝流行樂好了 現在因為到大陸賺錢太容易了 你會覺得我們的歌手在進步嗎 我們的電視圈有進步嗎 而且某種程度是樣本 是個樣板或者是保障 我覺得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太太同文同種 你知道嗎 就是你講話上面 文字上面簡體字跟繁體字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近幾年這麼多人 他又不去 以前我們大學畢業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去美國呀 對 現在去的越來越少 因為要增加一些這個競爭力對不對 那現在呢 現在要不然就小確幸留在台灣 要不然你就到對岸去討個生活 我講的是很特殊的專業上 特殊的專業上其實最清楚的就是 就是文化演繹娛樂圈呢 你想想看那個娛樂圈 同樣的人在台灣玩了那麼多年 他還可以到大陸圈再玩20年 因為大陸這個娛樂圈的人還沒有起來 而且賺的錢是我們的多少倍 所以這就是你講的一個 一個放三針跟一個飼料機的問題 那更比講其他的產業 我們很清楚的是用我們的錢 我們的這個技術 把這個紅色供應鏈給培養起來了 那培養起來了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 那現在民進黨要有南進的政策 那這個南進政策你就好好做 要不然你就要本土的這個 台灣的經濟的產業的這個 增加一些投資增加一些就業率 為什麼沒有投資這幾年來 也就是因為台商也太快樂了嘛 那邊人工低然後就都搬過去了 所以就不來投資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這個部分我都不認為中國共產黨 要負什麼大的責任 因為這是它的目的 那就是你台灣人台商 你台灣人的下一步是什麼 那下一步呢 人民覺醒了 所以投了民進黨啊 對不對 那所以民進黨 我們就給民進黨這樣一個機會 你國民黨就不要在那裡 XX那麼多好不好 今天張三鎮講不要淵源相報 我也看到那個新聞 我想國民黨有什麼能力淵源相報啊 但他講這個 他講這個也還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他自己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說對一個非政治性的人來講 進入那個國民黨那個大宅院 真的很恐怖 那但是不管怎樣 我覺得連張三鎮都對經濟部長 李世光是有信心的 對李世光沒信心的是民進黨很多人 像我因為跟他深談過一個小時 而且我還訪問過他 我跟他深談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他對產業非常了解 這個是李世光 張三鎮因為跟他 也是台大土木系的這個前後期校友 那他還也有點那個 也有信心 所以我認為現在民進黨 林權的那個 需要我們大家多一點幫助 也多一點情緒跟 這個支持上的寬容 我今天看到他說 要叫大家去買雨鞋 因為汛起到了 我還覺得 那曹啟人建議他的 對 因為事實上他一上任 就是台灣的颱風紀 遜旗 那按照這個 按照這四年蔡英文的做法 應該是把2020年 他選舉的任期到之前 要推回來要做哪些事 他趕快都推回來嘛 推回來以後按照季節 按照什麼 甚至於在颱風放假期 這些地方所長不要出國啊 然後在11月 有一個美國的總統選舉 會選出什麼樣的候選人啊 會對國際情勢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你如果能夠這樣子 倒推回來做決策 這是非常不錯 他有一個意識是買雨鞋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還放了心欸 我對林權是有信心的 但是就像我一直在講的 我覺得我對民進黨沒信心 我覺得民進黨裡面 搞怪的人很多 而且民進黨立委 壞的人蠻多的 其實我覺得張善政這個人 你現在很難去論斷他 如果用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 因為樣本數不夠多 因為以前 任期不夠長 以前他在當政務委員 當副院長的時候 說實在沒什麼太多機會講話 講話大概媒體也不太會報導 那就是這三個月 所以樣本數不夠多 那為什麼我會說 我是懷疑說 你是不是在搶森蘭教主的位置 因為他最近連續兩三天的談話 的確是那個聽起來 是很像深藍的意思 藍口水 喝多喝 那是因為說真話好舒服 這是一個解讀 彭拼你這是一個解讀 有可能是我說了真話 所以我覺得很舒服 那另外一個比較善意的解讀是 因為張善政畢竟是學理工的 他又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我覺得他個人對於轉型正義 跟所謂的黑箱克剛 這兩件事情 應該沒有太多的理解 在你沒有太多的理解 情況下 在那樣的藍口水的環境裡面 你就很容易不小心吃到兩口藍口水 然後就不小心吐出來 也是藍色的口水 這是比較善意的解讀 但是我還是希望 我對張善政沒有惡感 甚至在臺南這個圍貫大樓 這不幸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還公開在節目中稱讚過 他說這樣的行政院長就對了 那我還是希望說 反正他現在退休到花蓮去種田 張勞先生在花蓮有塊地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 如果他對轉型正義這個議題這麼有興趣的話 反正現在網路很方便 你可以在花蓮你就花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他沒興趣啊 他說那個並不重要 對那如果沒興趣那就是他我就好吧 我就不以後他就如果你沒興趣你不了解的議題 以後你就少針對這個議題去發表你的高論 特別是當你在位置上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過我的研判 張善政加入國民黨甚至2018出來參選機率相對應該不高 應該沒那麼笨吧 對應該應該 他說這是他人生都最後一個公子生涯 不過當過政治人物講話有時候不太能相信 不過我來我來提一下這個就是說我們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他都不應該把他所有的經濟放在同一 投資在同一個國家身上 特別台灣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的特殊 對 剛好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台灣在過去的八年十六年甚至二十四年 確實是就是在這個雙方兩岸開放之後 不光是經濟在學校在教育都是同樣的情形 以前我在台大你國際交流講的是全世界 對 現在都變中國了 就變兩岸 對 你把兩岸因為它很簡單 去那邊可以喝酒又講一樣的話 不用那個This is the book 對不對 大家其實都很輕鬆 就變成一個很這個惡性巡話 我記得那時候蔣秉華在當地教務長說 他曾經公開告訴大家說 不要以為全世界的這個交流就只剩中國 結果人家中國在國際化 對 是 是 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一方面 因為語言上這個算是對很多人交流溝通來講 很大一個障礙 那跟中國的交流在語言上這個障礙 基本上去除了百分之八十 基本上我們跟中國人 你講話我聽得懂 我講話你聽得懂 大概是這樣 雖然有一些用詞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在這種偷懶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什麼樣的結果 我覺得PTT這鄉民比喻非常的好 剛剛康姐講到我們的這幾年的演藝圈 我們的歌手就拿前一陣子 大家最討厭的黃安好了 他一首歌在中國可以唱十幾年 對 而且每一場聽說都一樣 生意還不錯 對 因為中國太大了 我一個線開一場我都可以開十幾年開不完 這是現在很多藝人所圖的 所以這個錢賺得很容易 可是然後你因為你去賺了這個easy money之後 你回過頭來再去抱怨台灣的演藝圈都沒有進步 政府都不鼓勵我們的影視產業 我覺得這樣就沒道理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閃琳 Freddy他們 閃琳沒有在中國開過一場演唱會 他也開不了 就算開得了 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去 可是你知道嗎 大概觀眾朋友比較少聽這個 heavy metal 閃琳在全世界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紅的樂團 他每發一張專輯 可以到全世界 可能在德國 可能在挪威最頂尖的錄音室 最頂尖的錄音人才去幫他錄這個音 這個規格是台灣 大概沒有一個樂團做得到的 可是人家可以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台灣人對 heavy metal 沒有那麼多的關注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市場這個地球有快七十億的人口 中國有十三億好了 他也不是全部嘛 而且你以消費力來講 中國消費力其實並沒有歐洲 歐美國家這麼高 我看到最近幾年 台灣的經濟 除了剛剛講的出口連黑 其實很恐怖 台灣去年的FDI 就是外國人直接投資 全世界倒數第五名 總金額是四十七點六億美金 可是呢 外國人的FPI FPI是什麼東西 FPI就是FDI是指來投資 開工廠 就是做一些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投資 FPI就是我就是熱錢 簡單來講 金融遊戲 對 買你的股票炒股炒會 高達兩千億美金 這個差別有多大 你知道嗎 差不多五十比一 對 所以造成一個現況什麼 台灣現在不缺錢 台灣真的不缺錢 因為我們連二十二劑金融賬 外這個外流 已經到差不多快八兆台幣了 台灣不缺錢 台灣缺的是很好的投資機會 而這個投資機會是有製造工作機會的 因為你只有好的工作機會 他給的薪水才會高 他給薪水高之後才會改善 台灣現在年輕人低薪的情況 譬如說像最近Google在張斌要在擴廠 那他就雖然工作機會不是很多 但是也招考了一百多個人 我相信以Google的企業文化 這一百多人的待遇應該不會差 我們現在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剩下幾項 或者具有競爭力的條件 作為競爭力剩下幾項 那如果是退回五年前 我們具有競爭力 你把它列出來 當時都有列出來 和現在比 為什麼少掉這麼多 因為有人拿去販賣